抠门是有原因的 我刚才讲的这些事 就是历史上的事 因为有历史成因 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那时候是因为全社会 都比较贫困 所以抠门情有可原 那现在很多抠门呢 我认为有的人是个性格缺陷 对不对 你比如啊 这个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段子 这段子呢 就讲各自讲各自家里的人怎么抠 因为这段子它匿名啊 比如这段子里就说啊 说这外婆买了大捆的菜 烂的也没吃完 一家的人跟着老吃烂菜 买了的新鲜的菜呢 舍不得吃先吃那烂的 因为烂的没吃完呢 烂的你要吃新鲜的 那烂的不就彻底没了吗 结果等新鲜的也成烂的了 所以这一家子天天的吃这烂菜 那么你说他这么节省吧 但是他在那电视里被人家忽悠着去买 花大量的钱去买保健品 这种人呢 就是不知道 这个孰轻孰众 本末倒置 你比如啊 有人说这么一段子 说他亲爹啊 说他这亲爹呢 冲厕所 一定是要用过的水 用过的水 除了洗米水 就是洗衣服的水 有一天呢 他去上厕所 忽然发现他爸呢 大便啊 没冲 然后火冒三丈 你说你想上厕所 你一掀开一看 这实在是不雅 就追他爸去了 说你干嘛不冲啊 他爸说我这正洗衣服呢 我得用这个洗衣服的水 赶紧冲下去 舍不得 这得抠啊 抠门 有人说你爸这都不算是吗 说你爸这个 说我爸这节约 这厕所水比你厉害 您得好在还用盛水冲啊 我爸不冲 说你爸居然不冲 说我爸不冲 每回大便的时候啊 把马桶上直接套一塑料袋 拉完了啊 我这想起我都想笑 挤死扣给扔了去 扔一 有一回这扣啊 没挤死 有点活 味就出来了 满屋子味 你说说 这扔垃圾还得攒着扔 为什么扔一回不合适 得攒齐了 所以这屋子就没法呆 第一时间不要超过五分钟 废水啊 尝了废水 第二呢 一礼拜 不要超过两回 你知道我们过去啊 我们过去 一礼拜洗一回澡算勤的 十天半个月洗一回澡是正常的 一个月洗一回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上公共澡堂的 不使家里的水 那现在这年轻人都是天天洗澡 哪天不洗受不了 在你们家做家政服务员啊 要洗不成澡 结果呢 保姆不干 说我这不在这家干 这怎么 谁也不干 搁谁谁也不干 结果我这朋友呢 就把保姆叫一边说 说这么着啊 说阿姨 说你啊 别生气 我妈人老了 就这样 我还得让他高兴 你就每个礼拜在家洗两回澡 说这么着啊 从兜里掏出一卡 说你看 从他们家跨过这马路 那边有一大桑拿 那地洗澡条件比家里好 我给你办一卡啊 这卡呢 您去就消费 花多少钱都没事 只要不跟老太太说 这就得了 我这朋友跟我说 光这一卡就一万块啊 直接就给开出去了 这保姆从那以后啊 特愿意啊 去这桑拿 这空门真是一个习惯 就是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说他最痛苦的一件事 是你们谁也都想不到了 就是他们家那抹布 他扔不了 他一看那抹布脏了 烂了 他就蹦 扔垃圾箱里 一会儿 说他妈又捡回来了 说扔好几回都扔不了 每回扔完都回来 说出门的时候 给扔的远远的 扔他们小区的垃圾站 说第二天 说那抹布就跟长的腿似的 又神奇的飞到他们家桌子上 然后呢 这孩子就添一毛病啊 每回出去吃饭 我们现在好的地方 餐厅吃饭 不是发一毛巾吗 他就把这毛巾都使完了 脸到他那儿 说回头洗赶紧给我妈当抹布 那些泡抹布赶紧扔了 给看着恶心 抠门啊 在很多岁数大的人的心目中 他不丢人 他觉得这事就是一种生活习惯 你说他缺吗 他也不缺 你比如说我们历史上 抠门有名的 齐白石 齐白石 人民艺术家 抠门是出了名的 很多人都写过他 你比如黄永玉先生就写过他 黄永玉先生有本书叫 比我老的老头 说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 是李克冉先生带他去的 老人看来了 深刻呢 亲自打开柜门的锁 这很多人跟我说过 过去我认识美邪的一个秘书 美邪的这个秘书呢 是我一朋友的妈 比我大一代人 他说他五十年代 就在美邪当秘书 所以见过齐白石 到齐白石那 说齐白石最大特点 就是腰上挂一大堆钥匙 什么都锁着 这齐白石就亲自把柜门打开 拿了两叠招待客人的点心 一叠呢 是月饼 一叠呢 是带壳的花生 这路上呢 这个李克冉先生就已经关照过了 说啊 老人这两个东西端出来 千万别吃 说这个 东西是坏的 吃不得 所以他一看 这月饼本来就剩下四分之三了 花生是浅浅的一叠 这是个意思 那么黄文玉先生就写啊 就是因为他事先被关照过来 所以盯着这个月饼瞧啊 不是想吃 是瞧瞧这什么月饼 说一瞧啊 说那月饼中间还有小虫子在动 这个一刮风 隐隐约约看着好像还有支柱网啊 但是这是礼术 你懂啊 什么叫礼术啊 来人要招待 这叫礼术 但是呢 你不要吃 据说有人吃了 上去光当就给一口 你知道 齐白石老爷子说什么吗 齐白石老爷子就说 这来的这人一点事都不懂 真吃人家东西啊 说我那是礼术 你不能吃的 就是看的 齐白石啊 是个特别会过日子的人啊 当年呢 就是挣的钱呢 都自个儿把着啊 因为过去那家族也大 老头光孩子就一大堆啊 然后齐白石呢 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有润格啊 就自个儿给自个儿定了个价钱 叫这个不二价啊 你甭给我谈价钱 老头谈不过你 怕绕进去 就说呢 君子有耻啊 不谈价钱 该给多少给多少 那其实 那时候很多人是这样的 你画画呢 你说我把钱给你了 画就这么大 齐白石画画是按尺算的 就是一尺画多少钱 他自己写的很清楚 一尺画多少钱 你要添一公笔草虫 那公笔草虫不好画 你要另加一尺钱 都跟你说的很清楚 所以呢 他最会赚的钱是这么赚啊 说你来了 说画一什么画啊 说这个我画一四尺吧 所谓一四尺就是宽 一尺长四尺啊 老爷子想了想说 这个四尺画啊 把钱收了 我都里揣 他永远是先拿钱啊 他不可能后拿钱 这边画一小只 画一小只 画好了 然后把纸扒拉扒拉扒拉下来 再上头 画一封策 这会儿你看出老爷子的功力了 毛笔一拿 把墨舔足 一根丝线 一直就画到小孩手里 这四尺画就全出来了 有三尺全是这条线 你看人这钱啊 按尺算啊 人们不是说按线算啊 所以有人说 说老爷子这四尺画感情这么画 咱要八尺 这根线就多画出四尺去 对吧 七八十就这样 有人就说 说老爷子 您多受累 说给我多画条鱼吧 说我这个家里人哪 最喜欢鱼了 老爷子最烦这事 就你甭跟我提条件 但是呢 因为岁数大 不能剥客人的面子 有时候呢 也给你补一下 你不是有个人画完了画以后呢 就说 哎呦 老爷子您画这 再给我补个虾 补个虾 补个虾 老头又画一虾 这人把画拿回去呢 表上挂墙上 怎么看这虾都别扭 看这虾都别扭 说你看那堆都画这吗 这补上去 这个都不该补 为什么补这么个虾呢 等再去求画的时候呢 就问老爷子 说老爷子 说您哪个给我后补那虾呀 怎么像个死虾 老爷子说 菜市场 活虾和死虾 补一个价 什么意思呢 这你都没给钱 我给你画个死的 就不错了 老头抠 非常抠 汪曾祺先生啊 小说之王 短篇小说之王 汪曾祺先生过去写 老舍先生说 提到过 齐白石老爷子这抠劲 说他每天量米的那个生啊 是他自个儿保管 每天吃饭要量米的 不是我们现在拿一碗 呱呱呱呱 弄上去 多点少点无所谓 每天量 量的时候呢 每次量好了以后 还得抖一下 这一抖呢 不就掉下去点吗 这个 有时候媳妇就说 哎呀这不够吃 您再给点 老爷子说 吃这么多啊 那哪成啊 就得省着吃 日子就得这么过 过去 这老爷子 是从清朝过来的 那苦日子过多了 所以呢 你要让他 这个挥霍的过日子 像现在人似的 他说什么 他也不行 杀了他都不行 所以 当年啊 这个电视制片厂 电视制片厂 那个纪录片厂 拍人民艺术家 齐白石 让他拿出点精品来 他不行 他老咬脑子 最后还让这个 徐别红给他做工作 说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说这回是拍电影 人也不满意 人就拍 你老是拿点好的 这老头啊 齐老头是木匠出身 他自个儿给他画台里 做了一个 暗格小抽地什么的 都藏东西 那时候特别喜欢藏东西 最后从那里抽出来 打开那画 哎呦 说这老爷子 毕生画的好画 一张都没卖 自个儿藏着呢 那么 齐白石的这个 抠啊 有名 非常有名 他一生中呢 就是伴随着 他这种抠门 这种抠门呢 现在也成为 文人的一种美谈 你不要以为 这是一个 一个毛病 对他来说 老爷子就是一美谈 这老爷子活了97岁 在那个年月里 那就是天寿啊 活的时间巨长 所以不好好 不仔细的过日子 晚年要受穷 那痛苦太大了 你比如跟 比他晚一个时代的人 有一个 大藏家叫王继谦 王继谦在这个 收藏界非常有名 早年去到美国 在 大约20年前的时候呢 他卖过一张画 叫西暗图 卖给了美国大都会 博物馆 当时呢 500万美金 我们今年听500万美金呢 也就3000多万 好像在艺术品市场呢 不算什么太大的价钱 可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呢 这张画是创了中国艺术品的世界纪录 那个年月的世界纪录 并不是排卖行创造的 而是王继谦把自己的一张画 西暗图卖给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20多年前 我就跟他在美国也聊过天 在香港也聊过天 是吧 在香港老爷子拉着我 非要去吃顿饭 好 我这个 好 觉得还很隆重一事 老爷子吃汉堡包 扣着他 我现在还保留着跟王继谦先生当年的照片 我自个看我自个那时候真的 很年轻 王继谦先生已经坐骨了 我们现在说他这事啊 只是当他回忆他 人生的一个乐趣而已 他当年卖完西暗图以后呢 他就 岁数比较大了嘛 他就回北京 回北京呢 他就散出一风险 就说我老了把他在北京买个房子 以后住在北京也不错 好 好家伙 就所有人听到他这消息 就散出去 替他找房子 那时候北京房子便宜啊 六七千块钱 一平米的时候 最贵的房子了 到处给他找 每个人找来房子 拖着去看 老爷子看来看去呢 一点都不满意 大家都说 这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满意 不满意呢 就是 找的人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就没那么多人有兴趣了 给他找好多房子都不满意 他也不说因为什么 就终于有一个人给他找了一个 二居室 七十平米 很便宜 老头一看满意了 哦 所有人才明白过来 感情这老头啊 是嫌贵 嫌这房子贵 那时候老头要买了房子 甭管买什么 今天啊 这不可想象的价钱 对这个老爷子 有一个经典的流传于这个行业的笑话 就说老头 比较抠 怎么抠呢 说请老爷子吃一顿大饭 这大饭呢 都是燕窝海参的吃着 花完了钱 吃完饭 老爷子高高兴兴把老爷子送家去 快到家的时候呢 这老爷子忽然说不行 说我拉东西了 咱得现在回去 他说您拉什么 我们回去帮您取去 说不行 我得自个儿去 结果又拉着老爷子回到餐厅 餐厅都收拾完了 老爷子看着微微的说 说那我那半壳火柴呢 拉这了 扣 紫细 紫细是一个美德 我们一定要说紫细是一个美德 过去我们对这种抠门的人的褒贬呢 就说这人呢 仔细啊 日子过得仔细 很多人呢 生活中就是省钱嘛 有个人在网上说 说我这婆婆也是这种仔细 为了省两块钱呢 到乡下呢 去 不去坐车 去骑车 结果半路上摔了一下 把这个肩膀摔坏了 把他骨头卡在里头了 医生说你这动手术至少三千块 这婆婆说我宁肯 废了 我也不做手术 在医院门口哭一钟头 最后被 被公公给拉回去了 至今这婆婆 为这事自豪 说你看我当时 就咬着牙面就省了几千块吧 一到刮风下雨 这些肩疼 这事不算钱 我们小时候啊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灌输的概念 叫节约 节约不仅是人的美德 是我们民族的美德 你不是说到今天 我看那个自来水管 那管子没关炎 流着水 我上去 肯定不管我用不用 我都会随手把它关掉 比如我母亲 85岁的人了 屋里那灯楼暗 我一进家 我说 妈 你能不能把灯泡 这换亮点 这暗了不舒服 他说我亮了次眼 他其实不是亮了次眼 而是他亮了以后啊 他心疼那电去 然后我就想 给他换上大灯泡 我弟弟就跟我说 说千万别给他换 你给他换了 他半夜踩梯子 他也把那个给换成小的 我一想 好 我妈那岁数要半夜攀高 那不吓死人吗 所以那一代人 就养成了这样一个节约的习惯 这个节约的习惯呢 有时候表现出来 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抠门 节约和抠门是有本质区别的 节约是我们农耕民族 在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 形成的一种美德 至今我们依然认为 节约是一个美德 我们今天的浪费现象严重 比如说你们每个人 都有买过的衣服没穿过吧 这就是一个浪费 比如说你们到餐馆点过一菜 一尝不好吃没吃吧 这也是浪费 我老说中国人啊 每年在这饭桌上浪费的饭呢 能养活好几个县 有人说你低估了 说中国人饭桌上扔的东西 能养活非洲 可见中国人现在这种浪费 我们的物质啊 今天非常丰富 无论丰富到什么程度 我们都没有权力 这个挥霍 没有权力浪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抠门是一个好事 官富猫 揭秘 官富秀 我们这是一个 紫坛的官皮箱 为什么把它拿来呢 我们的官皮箱都是这样 把这个啊 打开往上一掀 这俩门就打开了吧 这不成 这门呢 得抠门 抠出来 抠门 抠出来 看见没有 这是一假门 这是一个意思 必须抠门 它能抠开 它不是 你看这荷叶都是假的 这个铜壶做的之精彩 今天我不相信 有人能做出来 它是有层次的 如果你把它斩平 它就不是圆的 但你现在看 就是个圆的 里头有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 十个抽屉 还有一个是暗T 你们看不见 这十个抽屉上的吊牌 这铜壶全都不一样 非常漂亮 抽屉 这抽屉呢 这铜壶每个都不一样 满撤 所谓满撤 就是完全彻底都是紫檀 你看这个边槽都打挖 我这个 怀疑这里头啊 有点暗道机关 你看这抽屉啊 只有一半长 那后面干嘛呢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它后面是干嘛的 那这大抽屉 是不是也是这样 你看 大抽屉就长 你看啊 这户上发现 这里有个秘密 人生有很多秘密 你看见没有 抽屉不一边长 按理说 这抽屉都应该做成一边长 那它后面就有空间 哦 是这么回事 这扣门扣到底了 后面有一点空间 我原来也没注意过 它就是空着 后面能给老爷藏点东西 这顶的抽屉都比较大 它那个上面抽屉小 这几个抽屉特别短 看到没有 都短 看到没有 那它后面就留有一个空间 空间估计是过去主人藏东西的 你看这几个肯定都小 就这四个短 看到没有 这四个抽屉都短 看到没有 都短 这种短抽屉后面的空间 可能它要藏点东西 这都不用说 都短 剩下的这下面这五个抽屉都长 看到没有 都长 看到了吧 这都一边长 看到没有 有意思吧 古人贼 这东西最神奇的 这不是你现在看的前面 正面 而是背面 把这扣门再扣回去 扣回去 好 关 关 好 我们再看一下后面 这后面啊 这个钮啊 是后安的 当年这东西 前冬年间呢 二百多年前 并没这个 这是后人 一看这种圆钮 就很民国 后来人为了打开它 看到没有 这东西是可以抠开的 抠开以后呢 这里头有个铁架 铁架 有意思 有意思吧 临铁的 把这个铁 哎 临铁的 这有一个盒 这盒干嘛呢 很长 在这里 最长的一个盒 跟这个等长 这里过去是割毛笔的 毛笔的 这个是清代前冬年间的 一个文人的文具箱 俗称官皮箱 官皮箱 我们看到的都是上起盖的 上面开盖 把门打开 这个呢 是个假门 是个抠门 这抠门呢 就应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这样一件文具呢 在那个时期呢 是很有情趣的一件东西 你看我们的观赏 当时如果没有这个颜色盒缝的时候 你不知道后面藏着一个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再看看 非常厚重的铜锅 前面 摆在那儿 非常完整的官皮箱的形象 上面打挖的宽皮条线 这都是打挖的线 铜锅是假铜锅 这铜锅不能像常规的方式那样开启 恰恰就是这一个不常规的官皮箱 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乐趣 其实 抠门生活中也是个乐趣 谢谢大家